金星 這裡是神獎的故鄉 王爺出門去 对当地的信众 当地的民众 有一个安抚民心的作用 神将又叫大三昂啊 在卢州竟然有百年历史 在140年前 当时候福建福州 一个雕刻师傅 带了六颗神将藕头 来到台湾 到了民国70年 台湾金银卡巴克的时代 我们为了让庙宇 让庙庆活动更盛大 更丰富 所以各个庙宇 开始组装神将 不说不知道 同样是持府王爷 相貌竟然有两种 你稍微细布给他 他持眼善目 我们是在那个官邸 官邸的时候的像 还没就义嘛 还没吃那个瘟疫药食 这时候 他就比较持眼善目 宗庙是在马像 那个马像里面就是 已经是尸体抬到马像 那边去给人家供养 所以眼睛都是突出来的 所以综艺庙那个 是眼睛突出来的 鲁州神将文明全台 持府王爷生日 十几尊的神将 全部出动 威风凛凛 就像民俗嘉年华 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持府王爷是谁 神将文化又是如何 在鲁州发扬光大 想了解更多台湾民俗的文化 千万别错过今天的 台湾百庙 说到神将 卢州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几乎每一座庙宇都有自己的神将 算一算 卢州的神将就多达两百尊以上 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 难怪 人人都说这里是神将窟 每一次庙会 高大威猛的神将一出动 绝对是最具话题性和可看性 也因为太特别了 不但被列为卢州的文化资产 新北市政府每年还会举办 卢州神将文化祭 要把这个神将故乡的美名 发扬出去 而这样的任务 听说在卢州终于庙这里 就非常的看重 甚至希望把这个民俗传统 完整地交给下一代 小朋友 今天老师来跟各位 介绍一下卢州神将 神将整个衣着 为了凸显它的立体感 神将的胸口有尸头 然后肩膀也有尸头 这个就是为什么 要增加神将战甲的丰富性 还有它的立体感 神将又高又大 超出小朋友的身高很多 大家瞪大了眼睛不停地瞧 是感到好奇 还是害怕了呢 这个是狮头 你有没有看 有没有像狮子 像狮子的头 对不对 小朋友如果说你晚上睡觉 会做梦 不好睡觉 你都会做噩梦 那你要来跟将军牵牵手 握握手 那你会做噩梦的时候 就来中医庙 来跟将军元帅握握手 握握手 握握手握握手 回家就会很好睡觉了 知道吗 说实在的 因为神将的身份是将军 元帅有着重要任务 所以外形看起来都没有很和善 甚至还有点凶恶的感觉 但没有想到小朋友不但不害怕 还很愿意和神将亲近 卢州中医庙的神将体验营 就是希望国小到国中的同学 可以透过活动更加了解神将的特色 那你今天来到 各位小朋友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吗 好 小朋友请说 神将很重吗 会很重 但是会很辛苦吗 会 一定会很辛苦 每一尊的神将大概五十公斤上下 中医庙神将会 神将会的出门 每一尊神将会配三个到四个神将脚 大概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就要轮流 因为你想想看 五十公斤背在肩膀上在那边走路 会很辛苦 特别现在的大热天 一进去全身都流汗了 我们今天听完一整天 中医庙的历史 还有神将的文化与艺术 想不想去体验神将呢 想 那我们一起出去体验神将吧 走 走 没有错 小朋友想知道扛神将心不辛苦 实际操作一遍就知道 正常的神将重达五十公斤 只有大哥哥们扛个洞 小朋友呢 就准备小尊的三太子 大约十公斤重 也有一样效果哦 楼梯小心哦 要去放在那边 小心小心 这位小朋友 来来来来 你看起来比较稠用哦 哈哈哈哈 啊你叫什么名字 丁玉恩 丁玉恩 你好你好你好 啊 有没有请过神将 没有 没有 那我们来体验 你喜欢体验哪一尊 大真的 那我们红色的好不好 好 好 小弟弟有勇气 一来就先挑战最大的一尊 来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完成扛神将这个任务 手 手这边 会不会很热 还好 还好 那我们先走几步看看 来 对 对 好 走回来 这样 有没有问题 神将左摇右晃 看起来小弟弟的问题很多呢 然后不只是小孩 家长也越越欲试 因为都是第一次接触 感觉既新鲜又有趣 你是第一次扛神将吗 对 走的时候 就觉得重心一直在前面 就很难这样摆动 然后鼻子一直被那个神将的头 敲到很痛 所以有没有觉得说 扛神将的大哥 他们很厉害 很辛苦啊 我本身对于这种文化的东西 就是很喜欢啦 而且我觉得其实 现在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山西嘛 那种有传统文化的体验 其实我是还蛮鼓励 小朋友可以来多来参与 多了解 这样子其实对于当地的这种 看到任何东西 才知道那个是什么的东西 而不是只是看了一塌糊子 所以我觉得这 喜欢让小朋友来多参与这样的 在体验的过程中 常常可以看到同手同脚 又或是神将相撞的有趣画面 虽然状况很多 但对于宗教文化 也上了宝贵的一刻 了解到神将 为什么在卢州这么有名 神将窟更不是浪得虚名 在140年前 福州一个雕刻师傅 带了六颗神将藕头 来到台湾 那这六颗神将藕头有谁 有 尾陀 尾陀 民国十年 我们为了让庙宇 让庙庆活动更盛大 更丰富 所以各个庙宇开始组装神将 因为你迎神赛会 除了武龙武师 慢慢地会比较单调了 那如果再加上了神将的行进队伍 整个绕境队伍就非常的丰富 内容就会非常的丰富 那民国七十三年 五谷周之位 中医庙搬迁过来卢州 那你要跟风嘛 你要顺应潮流 跟着卢州这些庙宇的传统 所以中医庙在民国七十六年 开始组装神将 卢州中医庙神将会成军超过三十年 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十二尊的神将 正在雕刻的还有六尊 平常来庙里拜拜 就可以看到这些又高大 又威猛的将军元帅在庙的两旁 但到底这些神将的身份是什么 卢州中医庙主寺的持府王爷 又有什么故事呢 赶快请科秘书 再来帮大家上一堂课吧 师父王爷他是唐朝的开国远将 开国名将 他是唐高中时期 他是一位折冲都尉 折冲都尉就如同现在军队里面 战斗部队里面的营长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时期 持梦标折冲都尉 随着唐太宗远征高勾立 高勾立就是现在的韩国 当时势如破竹 回国之后 唐太宗在侧封持梦标为宣威将军 持府王爷战功标炳 是一位用兵如神的大将军 来到镇殿前 只见持府王爷脸呈现黑色 双眼突出非常庄严 持梦标宣威将军有天夜里 他在梦境中他做梦 梦到玉皇大帝派遣的二位瘟神 下凡来准备散布瘟疫 那持梦标宣威将军得知此事 就邀约了这二位瘟神到家里饮酒作乐 在二位瘟神酒憨之际 他就跟二位瘟神做事 要拿这些瘟药来查看 持梦标宣威将军拿到的这个瘟药 立马一饮而尽 他将要舍身救当地的所有人民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宣威庙持府王爷 他的真相就有如中毒的真相 眼突然后脸黑 玉皇上帝感念持府王爷舍身护名 称人取义的精神 于是赤封他为带天巡寿 到凡间替玉皇上帝来巡视 属于军方系统的持府王爷 可以说是阴阳监管 在阳间他率兵保护百姓安全 在阴间和其他的神明通力合作 共同管理作乱的好兄弟 如果在阴界就有青山王 有城隍爷 有文武大众爷 他们就相当于警察 那持府王爷就相当于军人 所以军警 有时候会军警合一 有时候这个鬼神 或者是恶灵 势力太庞大的时候 青山王 城隍爷 或是文武大众爷 他们的警方的力量 比较薄弱 比较不足的时候 会来寻求王爷 持府王爷的警方合作 达到军警合一 来做这样一个打击犯罪 持府王爷神通广大 关于他的故事不少 有人说持府王爷是持梦标的化身 也有人说他前世是持军 或者是陈文奎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在历史上呢 各位又会认为说 持府王爷不是有持军 有持梦标 又有陈文奎 就像台南普吉殿 里面供奉的持府王爷 就是陈文奎 为什么 因为人的寿命是一百年 神祈的寿命是五百年 在持梦标宣威将军 舍身成人之后的第一个五百年 是由持梦标来担任 持府王爷的这个职责 来到了第二个五百年 是由陈文奎将军来担任 持府王爷这个职责 现在西元2020年 已经来到了第三个五百年 现在是由慈兰先生 慈兰将军来担任 持府王爷这个职责 持府王爷查阴李扬 赏善罚恶 有着精彩的故事 事实上 卢州众艺庙新建 也有一段传奇 而这个传奇 要推到清道光年间 当时候在清朝 五谷州之伟这个地区 他并没有任何的信仰 也没有医生 民众人民总是需要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有一个求医求知的一个对象 所以五谷州之伟的陈信族人 在清道光17年 西元1837年 前往卢州保佑宫 向保佑宫分灵的持府王爷 回到五谷州之伟 那回到五谷州之伟呢 当时候都是由陈信族人 来轮流的奉事祭拜 来到民国五十四年 葛利乐台风开始 五谷的地区 卢州地区 长年深受水患之苦 那来到民国七十三年 行政院 林峰正行政院长的时候 有一个二重疏弘道的僻建的政策 那也因为这个政策 五谷州之伟 中医庙 不得不面临拆迁的命运 那也因此民国七十三年 五谷州之伟的中医庙 搬迁到卢州的堤房 待了三年之久 在民国七十六年 再搬迁过来 目前卢州中医庙旁边 严平派出所这个位置 搬迁到严平派出所这个位置 民国七十六年的故事了嘛 那一直来到民国七十九年 才由卢州中医庙的主委 陈匹哲先生 开始来筹备建庙基金 我们所在这个地区 卢州中医庙 是民国七十九年开始筹建 那一直来到民国八十五年 十一月十四日 才完成安座大典 以及卢州中医庙的洛城大典 兜了一圈 持府王爷还是回到了卢州 并且在民国八十五年 完成安座仪式 也才有了卢州中医庙 现在辉宏大气的样貌 来到庙里 持府王爷就端坐在了正殿之中 而他最得力的助手位立两旁 除了有我们熟悉的千里野 和顺丰尔之外 这位是黑将军 这位是白将军 他们是持府王爷的左右护法 另外还可以看到东营将军 南营将军 西营将军 北营将军 他们的职责又是什么呢 可能比较看不懂 但是那样我们看的就是所谓的力道 跟他手摆的俐落的程度 因为我们有那个兄弟情生父子情生的感觉在 所以我们会很热烈的互相迎接 包括他们如果到我们那边 我们也是一样会以相同的回礼 去迎接他们 都有 来到庙里 持府王爷就端坐在了正殿之中 而他最得力的助手位立两旁 除了有我们熟悉的千里野 和顺丰尔之外 这位是黑将军 这位是白将军 他们是持府王爷的左右护法 另外还可以看到东营将军 南营将军 西营将军 北营将军 他们的职责又是什么呢 持府王爷他有如于国防部长 所以他有派兵前将的职责 派兵前将他手边就需要有兵 所以东西南北营 四位将军就如同这个区块的 东南西北四方各自驻守的将军 那这四位将军呢 各自都带有千万等级的兵马 他们就是负责打战 千顺将军和四营将军 再加上正殿前的秦叔宝和玉池公 两位门神 十尊的神将神情各有不同 但都身穿战甲 威风凛凛 看起来神气极了 科秘书还说要做一尊神将可不容易 在中印庙这里 他们的神将都是委托 卢州的林文志师傅来雕刻的 为了要了解卢州神将的特色 我们决定拜访这位林师傅 相信在他那里 一定也有许多精彩故事 师傅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第二个 技工师傅 技工师傅 对 神像 听说你也是我们的偶头大师 对 以前做很多 以前那个台湾制作的神像 较多 现在大部分都是大陆进口的神像 产生我们的工作量变减少 神将需求减少 再加上机器大量生产化的盛行 林文志师傅现在已经很少 在雕藕头 打斗的时间是帮人雕刻神像居多 神将和神像两者大小不同 但雕刻的方式却有相同之处 怎么样下刀 力道如何拿捏 都要算得精准 才能雕刻出神韵 因为我们神像的头 比较没有那么大 神将的头比较大 把它放大 放大让它深度比较立体 它的一些零角零线比较立体 比较深 脸的部分就是说鼻子眼睛嘴巴 都是用手工线雕刻 表达那个表情这样 你用机器一样它是可以表达 但是它机器雕刻下去 它会比较粗糙 林文芝师傅是现存少有的手工神将雕刻专家 来自云林的他 16岁就开始接触这一行 一开始是在花莲拜师学艺 后来决定自己出来创业 也亲身经历过卢州神将最盛行的那个年代 早期这个在我在花莲 我师傅那边就有做过神将 那个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流行 有一段时间 现在在我们卢州这边刚好 我们那个地方人文有提倡 大部分都有那个兴趣 就开始发挥我们神将的雕刻这样 那个时候是民国几年 我是民国75年来卢州这边 开始自己创业 差不多雕刻神将 应该在民国78年到86年 这段时间最多 生意最好差不多一年可以做 差不多几十颗 几十座神将那个神将 那个时候也 台湾的经济也比较好 然后庙宇的人要神将 也比较要参与的人 要帮忙的人也比较多 民国七十几年 卢州神将大爆发 几乎每个宫庙都有大量需求 林文志那时候订单接不完 可以说 卢州有百分之七十的呕头 都是出自林文志和另外一位师傅之手 而卢州忠义庙的神将 就通通都是他的作品 早期忠义庙委托我雕刻那个神将 这还没有装胡子的 这门神 这一尊是那个千里人将军 这一尊是那个顺丰尔将军 这是西营将军 这一尊是北营将军 是南营将军 拿出照片 林文志如数家珍 这么多年来 也成了中业庙指定的雕刻师傅 这是西营将军 三尊将军 他的造型 他就是比较 比较年轻 比较帅气 像这个北营将军 他就比较威武 他造型比较威武 其他比较 看起来比较有那个大气这样 所以真的不是说 拿一个木头过来 刻一刻就好了吗 不是 对的 要考察他的历史背景 他的整个构造 要把它搭配好 包括他的脸部雕刻 他穿肘 他的戴的帽子这样 都要有一个造型出来 要考试他的历史背景这样 了解神将的历史 紧抓住每位将军元帅的神韵 林文志师傅也坦诚 手工神将耗时成本高 愿意请他做呕头的人 已经不多 当然愿意来拜师学艺的年轻人 也越来越少 早期有教协徒 但现在的年轻的协徒 都希望赶快能够赚钱 也重要 他没有想说把功夫 协徒扎实 稳定 再下去做 现在差不多讲究快速 我教的协徒 他最久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对啦 不然有两个三个而已 甚至来一个礼拜也有啦 我们这个 像这个要长期要做 要下去用精神下去做 专心去做 现在年轻人有的想说 我现在再做一做赶快玩 赶快出去玩这样 好在儿子愿意接受才能心火相传 林文之师傅开了一间香铺行 想起自己曾经参与卢州神匠最盛行的那个年代 最让他开心的事 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在路上微风行走 每年庆祝持府王爷生日的那一天 不但是地方上的大事 也是庙里最忙碌的一天 终于庙的这些神将到时候都要陪着王爷出巡 而这一天也要到楼 祝祝持府王爷生日 卢州中医庙一早就挤满了人潮 众人拜天公祈求活动平安顺利 而庙内出巡的王爷也准备就绪 当然将军元帅也不缺席 神将结续初刊被公营到了庙城 高大的神将围成圆圈 对败 打圈 就如同军队出发前要点名整理一样 又因为今年受到了疫情影响 改用车油方式来绕境 当神明一一坐上花车之后 队伍准备出发 那绕境的意义在哪里 王爷出门去 对当地的民众有一个安抚民心的作用 那再来就是说绕境 就是热热闹闹 可以增添地方的一些光彩 王爷绕境庆祝生日 所到之处都是人潮满满 绕境队伍第一站来到了 卢州百年大庙永连寺 这里主寺观音佛祖 每一次的王爷绕境 不管如何一定要先来这里拜庙 跟佛祖打招呼 因为永连寺是卢州的大庙 所以卢州地区的各大庙宇 如果有举办任何的活动 第一站都要来到卢州的永连寺 向佛祖禀报 祈求今天活动顺顺利利 所有的镇头平平安安 那紧接着我们会左转 到文武大众的爷庙再到卢州饱和宫 接续去做宫庙的参访 然后最后我们会去我们的祖庙保佑宫 中医庙神将出门的顺序 我们有千里眼顺风耳 走在最前面 为什么 千里眼看得远 顺风耳听得远 千里眼顺风耳看到前面远方有任何的情况 他会把这个问题回馈到后面的四营将军 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四营将军就是随时准备打战 随时准备作战 因为四营将军都是带有兵马 那我们前面六尊的将军 千里眼顺风耳四营将军 紧接着我们在后面有六位元帅 秦书宝元帅 义时公元帅 康元帅 赵府元帅 他们的职责如同于参谋长 参谋长 当然最后压阵的一定是 慈府王爷的左右护法 黑大将军跟白大将军 因为绕境队伍最后面一定是王爷的神教 那王爷的神教前面 李当就一定要有王爷的左右护法 黑大将军白大将军 他们担任这个最后面压阵的角色 这就是我们综艺庙 神将出门的一个排列顺序 每次庙会 神将出动总是最吸睛 而乡亲们也会总动员来参加 就好像另一个过年一样热闹 尤其过去有受到 持府王爷照顾的信徒 就会利用这一天在门前摆设相案 被足满满公平 借这个机会表达感谢 自从我参与持府王爷的拜道 然后参加那个露珠拌杯 我们就很诚心诚意 每年我们都有摆这样子 所以一段多少年 忘记了 就是很久很久了 50几年吗 有有有 有 为什么这么诚心 你们是怎么样跟王爷有结缘的 因为有一次啊 我就跟了女儿说去参加拜道啊 结果那个 拜道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们说要不要参加露珠拌杯啊 想不到就拌的露珠啊 那一年也让我发现说 你贡献多少你就收获多少 然后让我买到山上一块很好的福地啊 那福地就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每年都全力以赴 然而 也有信众是当年跟着王爷从五谷搬到了卢州 也一路从五谷拜到了卢州 因为他跟我们都共争拌过啦 我们以前是刚才五谷的 露珠拌杯 所以我们前春的时候 王爷说也跟我们前春 所以我们政府配对 所以我们都拌了这个露珠 要落这个露珠拌杯 所以我们本来就都拌了啊 一路上看到信徒如此的虔诚 让人深深感受到这就是信仰 他给人的是一种安定的力量 也是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依靠 记者王爷初询这一天 表达过去一年神明照顾的感谢 然后当队伍浩浩荡荡的来到这个街口 现场气氛又不同了 竟然有别处的神将加入 而且还互相对阵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死眼散目啊 我们是在那个关底的时候的像 还没有就意嘛 宗庙是在马像 那个马像里面就是 已经是尸体抬到马像 那边去给人家供养了 所以眼睛都是突出来了 一路上看到信徒如此的虔诚 让人深深感受到这就是信仰 他给人的是一种安定的力量 也是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依靠 记者王爷初询这一天 表达过去一年神明照顾的感谢 然后当队伍浩浩荡荡的 来到这个街口 现场气氛又不同了 竟然有别处的神将加入 而且还互相对阵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会看到有两台的神将 那神将的话 我们会互相看到 他们在互相开始要拼场 那我们其实我们一般 如果外面看得不懂的人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一下 他们神将跟神将之间的 手摆的力道 还有大家拜的那个高度越高 代表越热烈的欢迎 那这个都是主庙跟我们 分离出去的炉州忠祉庙 就是神将会里面的兄弟的情谊 因为正常来说 一般人不会出来迎接的 那因为我们有这个情谊在 所以他会很热烈的来迎接我们 甚至于说到庙里面 进来我们庙的广场之后 一样会再迎接一次 那我们神将会的神将们 各个师兄弟都会展现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去把神将请得很漂亮 然后拜得很大力 让我们的慈父王爷 回娘家也会有荣誉的感觉 原来这个叫做拼场 两庙神将面对面 双手摆动 幅度越大表示越热情 每年的绕境 慈父王爷一定会回到 保佑宫这个娘家来看看 在这边 Still even your grand 所以每年六、十五都會回職 真是說是四月六粮 剛才我去拔 difícil 剛才我去拔 pig 被說騎魚 點呀! 我們站在那裡 我們沉香就好了 對啦 所以我特別去拔 pig 神將拼場精彩連連 連串的活動下來 最辛苦的就是神將腳 夏天氣溫動不動 就是37 38度 好幾個鐘頭下來 早就累的體力透支 趁著大夥在保佑宮休息的空檔 來聽聽看他們 是怎麼看待這份工作的呢 你們太子的耶 今天怎麼會變成神將腳 因為自己妙的事 所以就要請假 就要休假來幫忙 這樣子嗎 神將心不辛苦 一點都不辛苦 真的嗎 肩膀不會痛 痛會是會痛 秀一下 就是 對啊 這邊的肌肉都比較厚對不對 對啊 就兩邊 兩邊都比較突出 大熱天 下雨天 最讓你受不了 就是什麼樣的狀況 受不了 下雨天 下雨天比較麻煩 天氣熱 是很悶熱 可是下雨也會更悶熱 對 因為你外面會有可能會穿那個 神將要穿雨衣 對 所以你裡面的空氣更不流通 一個興趣吧 我很喜歡請人這樣 對 我覺得他就是這個活動 對我來講是滿有意義的 對 每次出巡 神將腳可以說是勞苦功高 想必持福王爺也一定都看在眼裡 謝謝大家的付出 然而既然來到了保佑宮 我們也要來好好介紹這間 距今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老廟 它興建於康熙年間 當年一名叫做陳德元的人來台開墾 為了祈求平安 也迎來家鄉的持福王爺 隨身庇佑 保佑宮他已經有三百三十二年了 那個時候是康熙的時候 有一個叫陳德元 陳德元是童安的一個開墾婦 他想要到台灣來開墾 結果他就坐船來 從前面就抱著一個神像 七船三的就是我們裡面 那個三百二十二年那個神像 這個我們這個列為 內政部列為二級古蹟 三百三十二年 他手軟的 他不是我們現在在撤的那個 軟機的 他手會動 持福王爺慈悲濟世 神為顯赫 拜的人越來越多 後來信徒甚至為他幾次蓋廟 廟前的這幾根十柱 就是咸豐時期留下來的文物 也在在顯示了保佑宮的悠久歷史 陳德元的後代做官 做到舉人 所以他就寫這個 持福王爺 王陵遭淡化 如舟神虎本西蘭 所以我們以前的這個地方叫 好像銅鞍西吧 那些西的藍邊叫西蘭 他寫的淡北就是淡水一北 所以這是舊的廟在拯救前的 剩下來的 剩下來的唯一的 其他都丟掉了 走進廟內 持福王爺就坐在了鎮店當中 但各位觀眾朋友是否有發現 保佑宮的持福王爺 臉頰似乎比較瘦長 眼睛也沒有特別突出 和忠義廟的持福王爺很不一樣 不是說忠義廟是從這裡分靈出去的嗎 為什麼兩邊的王爺造型會不同呢 你稍微細部給他 他慈眼散目 我們是在那個關底 關底的時候的巷 還沒就義嘛 對不對 還沒吃那個瘟疫藥食 這時候他比較殖民的散目 宗廟是在馬巷 那個馬巷裡面就是 已經是屍體抬到馬巷 那邊去給人家供養 所以眼睛都是凸出來的 所以忠義廟那個是眼睛凸出來的 我們這邊也有啊 因為忠義廟是從這邊出去的啊 所以我們也有凸的 原來如此 同樣是持福王爺 保佑宮的神像是持福王爺中毒之前 而忠義廟的持福王爺雙眼凸出 是代表著中毒之後的形象 不過讓大家感到疑惑的 還有神桌上的這兩位 比較少見的神尊 一位寫著神書將軍 一位寫著玉律將軍 他們又是誰呢 他們就是從商朝一直到唐太 他們都是當門神 那後來為什麼會改成是 那個秦淑堡跟魏慈公 因為魏慈公秦淑堡是兩個他的部將 就是唐太宗常常頭痛 所以晚上都幫忙看守 後來唐太宗死掉以後 民間就把這兩位當作門神看待 所以現在到現在的門神都是 魏慈公跟秦淑堡 選者一壘就是因為我們以前 在灌口的時候他們的廟裡面 共望的就是用神圖一臉 因為可能是比較鄉下還沒有改過來 神書和玉律是歷史上有名的戰將 相傳兩個人擅長抓鬼和驅鬼 是中國民間信仰裡最早的兩名門神 只是現在大部分的廟宇門神 都改為了秦淑堡和玉池宮 神書和玉律也就漸漸的被淡忘 沒有想到盧州保佑宮還保有兩尊神明 真的很難得 另外在保佑宮的這一邊牆角 還有一個設置引起了我們的好奇 就是馬屎牙 馬屎爺 就是專門跟吃王爺牽馬 因為我們吃王爺要去辦事 有時候有一次6月15號 就是要回來 大家要註壽 結果他們聽說跟玉律爺 跑了一個晚上就從高雄跑回來 從高雄跑回來 結果我們以前的田地 這裡就是在曬谷的 曬稻谷 結果那兩個人跟他抬轎的人 睡了三天三夜在道谷上 你看多累 一個晚上就從高雄跑到台北來 因為明天就要王爺聖日 這個是以前的 以前的 很久很久的 至少兩百年了 這有兩百年 那個王爺三百多年了 那是不是在一百多年以後 人家再去那裡又帶回來 這個應該沒有三百年了 所以我們那個 歷史記載沒有講這個三百年了 後面那一尊是後來的 後來人家就依這個行貿仿照 比較現代化 穿得比較金碧輝煌一點 真的很有趣 雖然馬屎爺讓人趕路只是傳說 但鄉親們至今還是津津樂道 而這也是神明貼近百姓的一種方式 說著說著 今天的廟會行程 又要開始繼續下去囉 真的很有趣 雖然馬屎爺讓人趕路只是傳說 但鄉親們至今還是津津樂道 而這也是神明貼近百姓的一種方式 說著說著 今天的廟會行程 又要開始繼續下去囉 繞進隊伍開始 街道又熱鬧起來 這時天空突然下氣雨來 看到這種情形 讓我們開始擔心神將腳 因為這是他們最不想碰到的情況 但他們依然要忍著悶熱來扛神將 因為這是一種使命 也是一種責任 而當隊伍來到了中醫廟前的長安街時 神將威武的走在這裡 又是一場重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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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整个绕境活动的 整个热闹 我们会在前后 两个路口封街起来 然后让神将走七星步 如同北斗七星 就是一个祈福 北斗七星 做一个祈福的仪式跟行径 也为了增添活动的精彩 神将在大街上踩七星步 难得一见 返嫁入庙前的盛大场面 也只有在这里看得到 王爷一定要回来 综艺礼长安礼 这边大街小巷绕一绕 来庇佑我们附近的居民 然后抚慰人心 为各位信众 为各位居民带来平安 农历六月十五日 就是属于我们芦州长安礼 综艺礼这一区块的 第二次的过年 庆祝一下 庆祝王爷的生日 然后也让我们地方 更蓬勃发展 因为有庆典 有热闹 就会带来人潮 就会带来经济的蓬勃发展 今天的这一场 持福王爷诞辰绕境 让我们看到了 芦州人的信仰 以及神将文化的丰富内涵 宗教可以有 很多种方式呈现 像芦州这样 把神将发挥到了 淋漓尽致的真的很难得 也让我们期待 以后的子子孙孙 可以去欣赏 去体会 并且把这个神将故乡的精神 继续流传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場所没有